近年来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受到社会广泛关注 日前国家卫健委发布儿童青少年防控近视系列手册 分别针对幼儿园、小学生、中学生量身定制了不同版本的个性化防控近视手册 其中也提出小学期间已成为近视的高发阶段 对于近年来中国儿童青少年近视低令化趋势 不少学生及家长都深有感触 我有一点有一些散光和一些近视 我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做视力检查 然后老师就跟我家长反映了这个情况 我们班现在有15人是戴着眼镜的 有3人是要戴着眼镜的 一年前就测出了这个近视了 因为我是在学校篮球队的嘛 就是每次开始打篮球呢就要把这眼镜摘下来 然后还看不清了就是不方便这种感觉 今年9岁班级现在基本上我了解大概有四分之一 现在都已经近视了 我们这个年龄的家长的上学期间 基本上近视也是初中吧 基本上从初中开始小学很少有 现在就是小学近视也是很普遍了 我是那个二年级的家长 现在这个近视呢 我觉得这年龄也是越来越小越来越小 可能有的就是说甚至幼儿园然后就开始近视了 很早近视其实特别影响他们以后的生活 这么小然后如果戴上眼镜的话 学习啊生活啊包括体育运动玩 其实都受特别大的影响 多数家长表示一旦发现孩子出现近视问题 都会通过各种方式主动干预 近视了还是必须要配眼镜 防止它进一步的家具下滑 其他就是说可能在晚上了 无非就给它再按摩一下了 就通过这种比较辅助的手段来干预一下 尽量少的减少这个用电子产品的时间 然后平时多到户外 多接触自然光线 不能长时间的用眼 用眼就是比如40分钟你必须要休几次 或者20分钟你必须要休几次 北京天坛医院眼科副主任 主人医师杨柳表示 近年来中国儿童青少年近视呈现高发 低龄化趋势 除遗传因素外 科业压力增大 电子产品使用增多等是主要原因 原因呢我想主要还是说 孩子来说科业比较重 然后呢就是说户外活动比较少 尤其今年呢又赶上疫情 那么用网课来学习的话 那么电子产品使用的比较多 疫情过后呢来一遍门诊 看近视的学生呢明显增多 比往年这个时候就要多很多 专家表示当前家长普遍重视 儿童青少年近视治疗问题 但积极预防同样重要 家长应定期带孩子 到正规医疗机构检查师里 将近视防控关口前移 现在是防病终于治病嘛 尤其是小孩子的的话 如果手机啊iPad这些东西 首先要减少这些东西的一个使用 再一个就是增加孩子的一个户外活动 那么户外活动是可以就是说 防治这种近视眼的一个发生 是非常有积极作用的 定期到医院去检查是非常必要的 每年的海手架 一定要到医院来检查 病患者的视力或眼睛的一个 进变情况来看一看 而对于散瞳对孩子眼睛不好 近视不用管 长大后做近视手术等误区 专家也做出了解释 专家认为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是社会各界的共同责任 今后政府 医疗机构 学校 家庭 临共同构建眼健康防控体系 培育育儿童青少年良好用眼习惯 创造健康用眼环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